哈喽大家好,我是罗十五 从本期视频开始,我们将进入巨人人物之系列 第一期视频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小人物,汉尼斯 身为驻腾兵团一员的汉尼斯 从早期流行病来临的时候就能够看出 这个时候上前年轻的汉尼斯 并没有成为中年时期的酒鬼大叔 依旧会帮着古丽夏救着生病的病人 也正是因为古丽夏在这一场流行病中拯救了她的老婆 她将这一份恩情记在了心里 才有了她在后面对艾伦、三立以及阿尔明的关注与照顾 因为她一直都想报答这份恩情 只不过长期待在纪律相对比较松散的驻腾兵团 加上长期驻扎在边陲小镇 墙内长期没有巨人侵扰 安逸加上稳定的工作 让她和其他驻腾兵团的成员一样 成为了一个整天醉醺醺的酒鬼 成为了小镇居民眼中的驻虫 但这对于她来说就是最好的状态 因为这意味着小镇所有的居民都是安全的 大家的生活都是安定的 当然她也并不只是沉醉在酒精当中 因为古力下的关系 她总是在闹事中观看着艾伦 总是在艾伦快要中伤 或者快要惹出大祸的时候及时制止 是除了三立之外 又一个在保护艾伦的人 即便艾伦非常看不起她 指责她是城墙工程团 她也毫不在意 只可惜一切的安定 因为那一天的到来全部结束了 当超大型巨人踢破城墙 当整个西干西纳区开始骚乱 无数巨人涌入城内 当她面临是应该预言前的巨人奋战 还是应该放弃恩人的妻子 解救恩人的两个孩子 让更有希望的生命存活下去时 她选择了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 带着艾伦和三立混乱逃走 当她在艾伦的通缉中说出那一句 之所以无法救你的妈妈 是因为你根本无能为力 而我不敢和敌人正面对抗 是因为我没有勇气啊 这句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一直都在影响着艾伦 而当我们看到泪流满面 说出这一句话的汉尼斯时 这个人物 才算第一次鲜明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 在绝对力量面前最真实的样子 大部分所谓士兵的心理训练与勇气 在绝对力量与恐惧面前 就是这么的不堪一击 而她的鲜明 正是作为小人物的真实 她没有选择伟大的去牺牲自己 反而是直面自己的弱小 在恐惧中带着两个小孩离开 后面她又资深以人 劝受同伴持续关闭城门 希望等到古力下的出现 又说明了她即便身处绝境 但依旧将恩情牢记心中 即使也是在向我们表明 真正的酒鬼 她的心中依旧有光明存在 在五年后 她也向我们证明了 当她心中的光明被重新放大之后 她依旧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在克服恐惧后 她依旧能够凭借自身的努力与实力 在五年间 晋升为驻腾兵团的一名队长 全身性地为军团的后勤工作服务 在艾伦被掳走后 她命令的齿轮又开始了转动 看着受伤坐在城墙上的三里和阿阿敏 她仿佛又看到了当初艾伦在街市上 阿阿敏出头闯祸三里先生解围的场景 只是回到现实的她明白 这已经是不可能再出现的场景了 也明白了自己这五年来 内心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拼命回到那个平静的时刻 即便自己可能这一辈子都回不去了 也许这三个孩子 就是她仅能触摸到的过去 她走到三里和阿阿敏身边 安抚两个人的情绪 表示这一次 自己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前去解救艾伦 因为这一次 她要靠自己 去将梦想中的过去找回来 再见到那个曾经吃了艾伦母亲的巨人的那一刻 她的人生再度迎来了抉择 这一次 她的内心同样恐惧 但她没有退缩 她对艾伦说的那一句 你妈妈的仇由我来报 既是对自己恐惧心里的鼓舞 也是对自己过去懦弱的道别 而她现在要保护的 不仅仅是自己是为恩人的鼓励下的孩子 更是自己曾经美好的过去 只可是因为硬实力的不足 她最终还是将生命留在了这一次行动当中 这也回不去那些平淡的生活当中 汉尼斯就是一个拥有一点小地位的普通保卫者 从某些角度来讲 确实如她所说 当他们越是没有事情做的时候 就代表普通人的生活 越是稳定安全 可当真正的危险来临之时 有多少人能够像汉尼斯一样 迅速找回自己的责任 当西钢西纳区沦陷的时候 有多少兵团的人 因为突然的危险而守足无措 只剩绝望 所以居安思危 才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真理 创造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守住创造的成果往往比创造困难的多 因为有时候我们还没反应过来 创造的成果就消失了 在视频的最后 依旧像往常一样 希望我们能够记住 周围在慵懒中醒来的勇敢者 汉尼斯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有什么不对 或者说的不好的地方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如果觉得我视频内容还行的 请记得为我点赞 订阅 我是十五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